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漢高樂態接著記小學堂 我是德商漢高集團的業務代表 Barry 相信大家都有跟我一樣的困擾 在面對市場上五花八門的樂態螺絲膠的產品 要怎麼樣選擇一款合適的樂態螺絲膠呢 首先我們會建立各位 可以先從螺絲膠的鬆脫強度上面來做選擇 在樂態的螺絲膠產品內 常見的幾種顏色有 紫色、藍色、紅色以及綠色 而這不同的顏色他們在鬆脫強度上的差異分別為 紫色為低強度、藍色中強度、紅色高強度 而綠色則是超高強度 如果你所使用的應用 你所使用的螺絲的接著 你是有之後需要拆卸上面維修的需要 我們就會建議你使用 低強度或是中強度的螺絲膠 避免造成拆卸上面的困擾 但如果你不需要 或是不希望你螺絲被拆卸 而需要較高的鎖固強度的話 我們就會建議你使用 高強度的紅色螺絲膠 或是更高強度的綠色螺絲膠 所以我在這邊設計了一個小小的試驗 讓各位能了解 在不同顏色的螺絲膠 它們在鬆脫強度上面的一個差異 所以首先我這邊準備了四組相同的 M12的鍍芯碳鋼螺絲 然後我在這一些螺絲上面 分別點上這四款不同顏色的螺絲膠 然後等待48小時完全固化之後 我們等一下就會一一來測試 來測量它們的鬆脫強度 那首先我先來測量的是紫色的螺絲膠 讓我們把它放上我們的老虎座上 接著呢 我們將我們的扭力板手歸零 好 之後呢我們來進行拆卸 各位可以看到所顯示的數據為 3.3牛頓米 接下來呢 要來拆卸的是藍色的螺絲膠 一樣將扭力板手歸零 一樣將我們的扭力板手歸零之後 我們來進行拆卸 拆卸的強度是14.7牛頓米 好 接下來的是紅色的螺絲膠 扭力板手歸零 一樣將扭力板手歸零之後 我們來進行拆卸 各位可以看到顯示的數據是24牛頓米 之後呢 最後一組是超高強度的綠色螺絲膠 好 扭力板手歸零 之後我們來拆卸 好 各位看到顯示的數據是46.6牛頓米 好 所以從我們剛才的實驗結果呢 各位可以了解不同的顏色 他們在鬆脫強度上面的一個差異 所以我們建議你之後再選擇螺絲膠上 可以先從你所需要的 鬆脫的強度來做選擇 當然如果你還有其他像是鈍化材質 或是對於螺絲膠 流動性的一些選擇上的需求的話 我們會建議你撥個電話進來給我們 我們有最專業的技術工程師 以及最完善的實驗室設備 可以為您尋找 為您提供最佳的解決方案 同時提醒各位可以訂閱我們樂泰的頻道 這樣你就可以定期的收到 不一樣的有關接著劑的資訊 再次感謝各位的收看 拜拜